中秋節將至 但是臺鐵企業工會不滿 原本勞資協商共識 要加發民俗節日出勤 掌金每天一千五百元 近期卻被通知是發一千五百元的禮券 而且沒有回溯上半年的假期 工會認為被騙了 揚言要嚴擬罷工投票 不過交通部長陳士凱 他表示對於獎勵臺鐵員工樂觀 期成 已經要求臺鐵公司 要和員工好好協調 趁著交通部長陳士凱 視察休結書運之際 臺鐵產業工會當面陳情 希望改善員工低薪 而臺鐵近期公布 中秋節發一千五百元禮券 作為出勤獎金 更引爆臺鐵企業工會不滿 工會表示早已經公司勞資會議 與董事會通過的加發民俗 節日出勤獎金每日一千五百元案 突然變成一千五百元禮券 顯示資方對員工漠視與輕忽 加上並未回溯 今年上半年的親民 和短午假期 違背原有承諾 除了將到交通部抗議 並將在十月底 會員代表大會上 提案啟動罷工投票 臺鐵回應 年初就透過勞資協商 確認發放民俗節日 書運出勤獎金 但因為欠缺法原規定 進度緩慢 經過交通部協調 修訂交通部與所屬機關 員工激勵及表揚要點 在授權公司規劃 因此先發出禮券 後續再找方法 臺鐵公司尊重企業工會意見 會持續協調與溝通 對於臺鐵企業工會 懷疑罷工 交通部表示已要求 臺鐵公司多溝通協調 至於外界關注 臺鐵公司票價調整方案 在上次董事會被退回 臺鐵公司表示 正進行方案補證 十月會再次提報董事會 如順利通過 就會提報到交通部費率審議委員會 記者綜合報導 三連市六東 六東 六東 八 六東